今天我們在Ryfield和Prestridge那邊的區份 看看這些半獨立的房子 這裏就是一個純自宅區的屋苑 我們看看這裏其中一間 就是這一間 三房的半獨立的房子 那前面有泊車位 其實都有兩個泊車位的 不過這裏就是石仔 如果轉做Tarmac就會好些 另外就做了一個extension的業主 那樓下的空間就會大些 我長看落都沒有什麼明顯的問題 不過可能就需要一些內部的翻身、裝修 上面屋頂呢 都純算整齊的 也不覺得有什麼漏水的問題 Trimley的位置呢 都有少少窗戴 不過這個應該都正常的 這種紐靈的 好 那我們進去 看看這裏的環境是怎樣的 這裏就是正門 正門它是有兩層的 那這裏有些玻璃 然後呢 主要是主要的 是有些少舊的 不過這些就很容易可以翻身 之後這裏就有多一個多 可以鎖住 安全一點 電錶就在這邊 電錶 電錶 那這個Hallway呢 都算是幾大的 那樓梯可以上去 然後呢 這裏就做了個 Under 的 雜物房 之後呢 這裏就是 Tank了 Tank就很乾淡 全身的地板 然後這裏就很大的窗門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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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就翻身過的 窗台呀 Double Placing呀 Window呀 DVC呀 這些是比較舊式一點點 不過都算 運作得不錯的 好 我們這邊一邊看下去 有個飯廳 還有一個玻璃屋 在這裏的 玻璃屋的尺寸都幾大的 這裏 上面這些膠呢 其實我們可以換一些玻璃 又會比較漂亮 那這裏我們可以去看看 後面的環境呢 就是這樣 好休閒 這裏 花園也很大 草地是需要去處理一下 因為都 空置了一段時間 這裏呢 就不會太差的 然後地下就 把石地 然後又有草地 草地都算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然後 後面就是 一些大平原來的 旁邊左右 每一間都是 semi-detached的屋 這裏的隔油 撿得很漂亮 所以需要去處理一下 草地 其他 這個石地 這裏 都要清潔一下 這些地 都要清潔一下 這些地 然後就 不會太差的 好 後面的環境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這個外牆 外牆都算OK的 是一些石磚屋 之前呢 業主就 放了一些背殼 上去裝飾 邊位呢 橫可以的 就沒有 山草 那些情況 也不覺得有什麼漏水的情況 所以 都OK的 這邊就 好 我們 再看看裡面的情況 那 由廳轉進來 就是 廚房位 廚房都算OK的 有四個頭的 明火煮食 焗爐 聲盤就 可能比較舊一點 這些可能都要換 不過這些很簡單 可以找到的 之後呢 在下面這裏 就有 濃度的建築 還有 那個 水 都算不算OK 沒有什麼滴水的痕跡 這裡有很多雜物 整個廚房 都算不算OK的 一個尺寸 有很多 蓋子 全部都是白色的設計 那這邊呢 就多一間服務出來的 可以說是 study room 因為之前是一個 車房 那現在就 convert了 做一個房 之後 這裏都做了 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 是有了 shower在這裏的 那就是 如果譬如 有些人 喜歡 做健身 在這裏 直接做完健身 在這裏洗澡 那就 這個樓都挺好的 那還有呢 這邊呢 都是 擺了洗的 去水 入水的位置 在這裏 所以都 不是太差的 我們上去看看 在上面的情況呢 這裏是L字 一個樓梯 這裏的Hallway 都不算小 三間房 那 司令都算幾高 有個大的窗 光亮變了 其實三間房都很光亮 這間是最小的房 都有的 WG PVC 窗門 這裏 看出去 景觀 是不錯的 全部都是 挺漂亮的 其實這裏 都可以放到雙人床 不過比較窄 如果放單人床 就會好很多 這裏 有個building的那裏 用了樓梯頂的空間 這間就是 主人房 都是鋪了新的地毯 長身 本身都OK的 窗門是有少少夠 不過這些就要抹一下 有些入場櫃 兩面都有入場櫃 這裏 另外一間中房 這間房的景觀 就不同 看著後院 後面的花園 很大廈 而且景觀 是望著草地 這裏 這裏 進去就是洗手間 這裏 洗澡房 洗澡房 這裏 都尚算乾淨 長身全都是tile 用電的熱水 不過這裏 都有個用gas的花灑 所以兩邊都有 廁所這裏 就有個 boiler的位置 boiler就是 這裏 算是OK的 不過就可能 要再檢查一下 這裏 可能一段時間 這裏 都是屋子 正常要做的 廁所在哪裏 廁所在這裏 廁所在這裏 很少的 需要些少的翻新 這裏 這裏 不會說很難整 區份是不錯 價錢又不是太差 這裏就可以上上去 那裏 好 上面的環境就是這樣 在Db 看過去 這裏都是一些很美 很美 每一間都是 semi-detached 的屋 那我們就 看這裏 這裏 這裏 就需要去 modernize 你看到 其實旁邊左右 這裏 都是比較 翻新的 尤其是 這些 這些 這裏已經正在 翻新 所以這裏 翻新完之後 都會是一些 這裏是很美的